我是2月14號結婚嘛 然後我3月13的時候 就是有植乳這樣 就是有放寶寶這樣子 對就放兩顆進去 然後結果就沒有成功嘛 所以我6月9號的時候又再重新植乳一次 我現在要植乳第二次 就上一次失敗了嘛 然後為什麼這次要吃薯條呢 因為婷婷說呢就是 網路偏方但是很多孕媽咪都說 很有效 就是你在植乳前跟植乳後 你吃那個麥當勞薯條 而且不能去鹽 我以前都會去鹽 植乳的成功機率就很高 然後呢我也要請主公多多幫忙 拜託一定要成功 因為我第一次就是因為太興奮了 第一次我覺得一定會中 哪一帳成這樣怎麼可能不中 我還立刻隔天我就傳訊息給我公關 我說你看我兄弟變好大 他說哇真的耶 公關 就女公關 公關 公關 很難 我是有被喔 哈哈哈哈哈 劇情突然走遍 哈哈哈哈哈 太病態了吧 噠잔 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神秘的小卡 它是有聲音的哦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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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是的沒錯 我懷孕了 耶 喔 謝謝 不是 我現在 等一下 妳講公寫奇怪 不是妳的嗎 欸確實有點失聲失望 因為我們是人工的 所以是她先去小房間之後 再跟我的那個卵子做結合 我是2月14號結婚嘛 然後我3月13的時候 就是有植乳這樣 就是有放寶寶這樣子 對就放兩顆進去 然後結果就沒有成功嘛 所以我6月9號的時候 又再重新植乳一次 我現在要植乳第二次 就上一次失敗了嘛 然後為什麼這次要吃薯條呢 因為婷婷說呢就是網路偏方 但是很多孕媽咪都說很有效 就是妳在植乳前跟植乳後 妳吃那個麥當勞薯條 而且不能去鹽 我以前都會去鹽 植乳的成功機率就很高 然後呢我也有請主公多多幫忙 拜託一定要成功 不要再失敗了 是不是在癢癢 一直在呼喊她 有 有沒有看到她跑出來 有 對 跑出來這就是 有好小 對 好像一張米粒 管子開始要往外收 然後她都在裡面 然後管子一直收出來 收出來管子進去實驗室 會有纖維鏡再確認一次 嗯 確認都OK 剛才給我們人生回報 OK 好 等一下留照片給妳喔 謝謝 以前那個什麼佛家說 得人生不容易是真的 因為可能我現在前一兩個月都很OK 但是可能後面又發生什麼 所以媽媽在懷孕的過程中就是 很多事情需要擔心 對阿 等於是每一次檢查都是 對 但是 都是一個 沒關係 我們就是放鬆 對 放鬆 放鬆心情 不要壓力太大 我上次就是壓力太大 所以就失敗了 所以這次我們就是放快心 好 哈囉 哈囉 我們記錄一下 今天是 指路後的 第三天 對 第三天 其實也沒什麼好記得 因為我好像也沒什麼感覺 但是如果硬要講的話就是 你看一下 三天的印記 因為你知道體溫變高 這是蚊子定嗎 對 然後就變這樣子了 My God 蚊子重的 對 除了這個之外呢 好像食量有變大一點點 然後 就是那個荷爾蒙的關係嘛 所以下巴會長一些小痘痘 但是 其他的話好像就還好 沒有什麼不舒服 還好 現在有一點點障難 一點障難 好 那我們就繼續紀錄下去吧 好喔 明天 要知道結果了耶 對啊 好煩喔 如果這次再沒有中午就要休息了 因為 太累了 女生求子的過程真的很辛苦 我有下載那個月經APP嘛 然後月經的話應該是 他就講說你月經是慢三天來 所以你已經有慢了 對啊 對啊 就是正常如果說 哇那有機會耶 可是我有點忘記我上一次是 你的都準嗎 我時間是蠻準的 但是 我有點忘記我上一次是 植入之後是有慢來還是什麼 那以你的第六感你覺得有中嗎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我們都覺得有耶 我跟一婷都覺得有耶 好那就看你們準不準 明天見真章 好啦就希望明天 可以是好消息 對希望我們可以當阿姨 好的 沒有我要恭喜你懷孕 耶 你看 不知道 不知道啊 真的懷孕指數是懷孕 你就是懷孕 你今天很好是841 嗯 大於5嗎 嗯 啊5變841 很OK的差 就是 就是左床的非常非常的穩定這樣的意思 所以相對是穩定的 通常一兩百以上 對我們來說都是相對穩定的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所以後面就是整個寶寶成長的過程這樣子 但是前面其實都是一個點阿 到7月28號之後 就開始看得到人形 有點小花生米的感覺 其實他長得很快 你看他7月28才這樣 小小的對不對 到了8月8號直接變這樣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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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他啊 不是他啊 像現在他在我肚子裡面是三個多月對不對 對 他其實也才一顆水蜜桃的大小而已 用3D就可以看到他孤獨的背影 孤獨的背影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笑 喔真的耶 這就很孤獨 他好孤獨 哈哈哈哈哈哈 孤獨的背影 怎麼那麼好笑 好明顯喔 寶寶成長的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神奇 想像這個是紀錄阿 就把它留著 通常人家說只有第一胎的時候會這樣 第二胎就不會了 哈哈哈 就會第二胎 就直接懶著收集 你第二胎常常會感受到一些 不公平 不公平 因為我第一次就是因為太興奮了 第一次我覺得一定會中 哪一帳成這樣我們可能不知道 我還立刻隔天我就傳訊息給我公關 我說你看我說你變好大 他說哇真的耶 公關 就女公關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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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怎麼可能 我太扯了 劇情突然走遍 哈哈哈哈 太扁態了吧 因為我們剛剛兩個人對看 我說蛤 啊 公關 對不起 我突然也公關 他說 真的好誇張喔 然後我就想說一定是中了嘛 結果沒有 所以第二次因為沒有障難 只是下巴就開始 我6月9號直路 6月13號就開始爛臉 因為我當時動軟的時候 也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那可能就是因為打針吃藥 跟有沒有懷孕應該沒有關係 所以我就是抱持著沒有失望 就是告訴自己說 應該沒有應該沒有 就醫生一講 有時候那個心情 你知道從地板然後這樣 BANG 直接這樣衝高 很開心 然後哥哥就是非常的單寧 哥哥唯一開心的就是 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他說那這樣我是不是就有那個 孕婦停車卡 可以停車了 對 然後 你知道我們三個月之後對不對 8月8號那一天 我們去領了那個媽媽手冊 然後呢 他就說 欸 停車卡是在哪一本 很Care的停車卡 撕下來之後呢 他還跟我們講說 抱我護背 他只是想要運負丁車卡 好過分的人喔 我都很開心啊 對啊 身體健康他開心就好了 對啊 小朋友有就是順其自然 這段失敗想要的話就繼續努力就好 對啊 不用給對方那麼大的壓力 好啦 感恩 第一次的那個失敗就是我 之前的那個軟 可能平直不是那麼的好 可能我當時就是沒有認真養卵 所以舉了11顆 就11顆之後跟他做結合 剩5顆 然後剩完5顆之後 再去做PGS 剩2顆 但是那2顆都是鑲嵌型的 就是比較不健康的軟子 就是受精卵 所以他放進去之後 他就沒有長大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做主功課 就是該吃的藥 該遵照醫生的 只是什麼泡腳 每天泡腳什麼的各種 就是有運動啊 做深蹲什麼 該做的都做了 對 然後連民間偏方也信了 就是我的直播小幫手 他因為他也是前面失敗蠻多次 他就想說 熊熊我跟你說 你明天要去植肉對不對 你一定 要去吃麥當勞薯條 而且 不可以去言喔 可能小朋友都喜歡吃薯條吧 沒有小孩不愛吃薯條對吧 就是他可能一吃到這樣 天啊 待在這裡就會有薯條吃嗎 他就留著 我們這一段沒有拿麥當勞的錢 沒有 純屬民間性 純屬你們自己上網查 真的真的 對 所以就該用的什麼拜神啊 連我那個小方總還去日本神室 還拜那個什麼好運啊 什麼的 反正一堆啦 對 然後好險成功懷上了 那在就是去開始之前有沒有 其實心裡有預設說 大概要做幾次才會成功 醫生一講失敗呢 我就在猶豫說 我到底要不要再做第二次 然後那個公關就跟我說 再說服我說 那你再做一次 如果再失敗 那我們再休息 那如果是你那時候覺得說 失敗幾次是你可以容忍的範圍 還是你覺得沒差 你有沒有幫我心裡面默默祈禱 說拜託 讓我的老婆可以懷孕成功這樣 就是順其自然 是你壓力比較大 因為他那時候在養身體的時候 就是吃很多補品 然後內分泌又失調 對 對 然後就長兜兜 就心情不好 沒有 其實那不是吃補品 那是打針 就打針 然後吃黃體素 就是各種 所以他會影響我的荷爾蒙 然後我的體質又比較敏感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跟爛臉搏鬥 然後就覺得喔 好煩喔 我想說天啊 又要再重來一次 又要再爛一次 對 所以你沒有什麼 覺得怎麼樣就對了 很冷漠 你都不在乎我嗎 就每天聽你在那邊 好可怕 我剛剛那個勤勒動滿耶 對 每天聽你在那邊講痘痘 就覺得很痛苦 我這樣有勤勒嗎 這樣還好吧 喔 沒有嗎 你們都不懂女人的心 你們不懂媽媽現在情緒是很敏感的 對 他現在懷孕了不能惹他 對啊 你們不要惹我 因為我知道他想要小孩 就鼓勵他就好了 反正長痘痘還是會好的 所以沒關係 對啊 他那時候其實他講一句很感動的話 因為第一次我動軟是只有我一個人 那時候我單身嘛 他就說第一次動軟是你自己啊 然後他說那這一次就是老公都有陪你這樣子 對 所以很感謝他 對啊 他說如果我們真的自己生不掉 或是領養也沒關係 就哥哥是很開放的 所以我就覺得喔 那我好像壓力沒那麼大 然後他 你那時候是不是還講說 我真的沒有生也沒差 反正他還有弟弟 他弟會生啊 哈哈 推給弟弟 哈哈哈 其實他沒有一定要有小孩 就是哥哥沒有這種人生清淡 他是配合我 所以我就覺得 是我自己會給自己的壓力比較大 對 那哥哥他其實是完全不會給我壓力 他就是很free 這樣子 那整個過程中 你手上覺得最辛苦 跟困難的地方是不是 我覺得就是打針 打針跟吃藥很辛苦 我配你們說長痘痘 喔對啊 打針吃藥所以長痘痘啊 自己個人是非常care這個 我就覺得喔 每天心情都很差 但是我每次問他他都會說 很漂亮這樣 人工受孕的這個過程 其實是我是問KID 然後KID就完整的介紹他的醫療團隊給我 我的那個做小孩人工受孕的地方是在移孕 然後移孕就是那個 陳金輝醫生 KID也是同一個醫生 然後我覺得醫生在整個過程中 因為他是女生嘛 就講話也很溫柔啊 然後就是對我們也是特別關心這樣 然後就覺得 欸 整個療程中就會安心很多 然後可能我跟醫生講說 欸 我長痘痘痘什麼 他說好 那我願意要幫你再調整一下 我覺得很為我著想 然後讓我沒有壓力這麼大 我其實跟其他人相比 我已經算幸運 因為我是第二次就成功 其實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他們是三次 四次 五次 都還沒有成功 然後之後再成功 所以我覺得也很鼓勵就是 現在如果你正在備孕 或者是你可能有經歷失敗的那個 孕媽咪們 我覺得都不用覺得怎麼樣 就是 該來的一定會來 像哥哥那時候就講 他說其實 這是一個老天的緣分 就是你如果說 該有的東西 你都已經具備好了 我覺得就是 因為你太緊繃了 這樣 所以希望孕媽咪可以放鬆 因為我前面一次也是壓力太大 那現在有覺得有準爸爸準媽媽的心情嗎 因為肚子還沒有大 因為我現在都沒有那個孕度的感覺 所以我有時候早上起來然後看鏡子 我想說很不像懷孕 然後我會很擔心你知道嗎 我覺得很怕 他就是停止生長了或是什麼的 你知道我都會有這種 媽媽都會有這種很焦慮 所以我現在比較多的是比較多焦慮 喜悅就是當下那一刹那知道自己懷孕的時候 然後接下來就是都是焦慮焦慮 但很幸運啦 我這一次因為寶寶 卵子受精卵很健康 所以就是希望一切都可以非常的順利 希望寶寶可以健康成長 然後可以在明年二月的時候 順利出生 這樣 那哥哥呢 沒有 他就一直覺得每天有一個人說 欸我是孕婦耶 他說又孕婦成神 沒有你不是有想像說 你如果小孩生出來之後 你會生活很辛苦嗎 現在也沒有很 講到現在很輕鬆 現在很輕鬆一樣 現在很辛苦嗎 蛤 現在很辛苦嗎 還 還好啊 哈哈哈哈 沒有因為我們家三個 我 還有哈魯跟哈朱 都需要爸爸的照顧 然後他就想說 喔小孩生出來之後 又多了一個他要照 他感覺他要照顧好多人 但是你痛病快樂著 你覺得是甜蜜的負擔 好OK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喔 對然後呢 因為我們今天是9月4號嘛 因為9月4號是我的生日 就是發佈影片的日子 然後呢9月29號 我們會辦性別卡 那就是大家可以來猜猜看 就是性別是什麼 男生還是女生 然後如果猜對的 我到時候9月29號 我們開獎完之後 我們在10月14號的時候 會上片 順便公布得獎名單 然後我就會送你禮物這樣 對然後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起 共同玩樂一下這個小遊戲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邊結束這樣 然後呢就是希望之後 就是等到寶寶出生之後 又可以有更多 不一樣的頻道內容 可以分享給大家這樣 然後如果希望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OK 掰掰